本期视频由范道原创制作 在快节奏时代 难得的假期总是让人留恋 而最能放松心情的方式就是旅游了 目前五国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 尤其在国庆期间 不管是全国各地的任何景点 都是人山人海 虽说如此 但是国庆捞金哪家墙 就不得不提山东了 所以山东不是国庆时段 接待游客最多的省份 就是旅游证的最多省份 短短八天就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七千多万人 旅游收入更是多的令人折舍 多到什么程度呢 多达555亿 那么山东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游客流量忘返呢 首先山东具有优久的历史 并且是我国国学 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来到山东 孔庙是碧学地点之一 孔子曾在此地开坛授业 为山东的人节地领 添了一份折丝 在这里你的心里能够设得起地 处处古代的气息 必将引领你走向智慧的源泉 在惊心凝神后 山东泰山在等候你的光临 就真正登顶泰山人 才能彻底理解什么叫做一览众山小 泰山作为古月之首 盛名响彻古今 迎送泰山的诗词不绝于耳 如今试图征服泰山的人络已不绝 小编猜测 这就是山东为何能够成为 热门旅游省份的原因吧 当然除此之外 山东还有众多景点不容错过 像小学各本就接触过的宝头泉 各国建筑林立的青岛市区的八大观景区 著名的四大名城之一 彭莱格等等 山东的魅力不止于此 你来了就知道 请不吝点赞 谊区的左下区 请不吝点赞 谷区的观看 与这些信条 提案 谷区的观看 山本 谷区的观看